你好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给你请安了 请师父慈悲看一下1947年的猪 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47年的猪是吧 对看一下他的身体 腰不好 对 记性不好 对 眼睛流泪 是 耳朵有一个听不见 是 喉咙不舒服咳嗽干 是 他的心脏和肺都不是太好 经常胸闷气急 上不来气 是 上不来气 对 还有肺 肺 肺不是太好 再加上他的肠胃 我看到他的肚子这里有刀疤 他动过手术没有啊 他彭方癌手术 他彭方癌手术 去年的9月25号 刀疼刀疤不长 这么这么长 感觉 关节不好 腰椎不好 对 前的穴也不好 小便不干净 小便有血 他现在夹尿不湿的 肾脏很大的麻烦了 听得懂吗 第一 叫他每天要喝大杯水 天天早上喝 第二 叫他要每天念往生做四十九遍 以上因为他过去有沙咽 对 他在四十年 从年轻的时候就替鱼 天天替鱼来的 活鱼 活鱼对 他就喜欢吃活鱼 是 还有 叫他要当心 他欠的一个人的 跟那个人过去感情很好 这个人死了 现在经常到他身上来 他现在是有灵性 对 是一个女的 反正不是你妈 是你爸爸过去的女朋友 死掉了 现在来找他了 找他来了 他需要多少张小房 放多少鱼 蛮年轻的 我看你爸爸跟他两个人好的时候 也就是二十几岁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那个女的脸大大的 有点圆圆的 经常笑的 他现在全知道 你老实一点了 你有一个女的跟你很好的 谈恋爱 听得懂吗 现在他在你身上 你要给他念经啊 不念经 他会搞谁雷啊 忏悔啊 对不起人家了 现在人家到你身上来了 还有啊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我看他 你说他 我看看他有没有阳寿 他现在几岁啊 他今天是六十九岁 是一个官 对 过得去 他这个官过得去 他真正的死要到 不能讲 说吧师父 没问题 说吧师父 讲了他 他其实是 不能讲的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他日本人 日本人啊 对 你也不能种族歧视 你 你稍微当心一点 七十四岁的时候 是一个官 这个官如果过了 就没事了 如果这个官过不去 就走掉了 七十四岁的时候 但是这个六十九 也是一个官 是 明白了吗 师父的需要 放上多少余 你帮他念念经吧 念了 小房子 稍一百多丈 其实这个人 人还是蛮好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比较花 现在很老实 是 自从 自从 自从跟你之后 他就变得老实很多 是 看得出来的 师父他需要 多少小房子 和放上多少余 你帮他念 两百七十张小房子 好 好吧 放生 放生 放生要三千条余 慢慢放 用不着一次性放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他没什么大问题 他主要是这个 这个女朋友在他身上 师父他把就是 从一三年到现在 联系四年 每到过生的时候 就出大事 什么 从一三年到现在 是联系四年了吧 都是四月一号过生 都是四月份的时候出事 今年是 这还不懂啊 四月份中国什么日子了 清明呀 他正好是四月一号生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今年过生的时候 是三月三日一号 我告诉你 就会出事 你要叫他泡脚 明白了吗 要叫他好好的努力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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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